本期的主人公 据说是一位来到日本后 通过各种运动 瘦了二十多斤的女神 什么呀 不可能 有吗 没有任何看见的 五个菜 多了以后要掉粉了 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一点都不瘦 有线 没有没有线 有线有线 有人鱼线 有的有 马甲线 希望今年可以有 但是不强求 听说与您空余时间 都在做各种运动 今天在运动大事的 强烈推荐下 亮叔决定和他一起体验一项新奇的水上运动 我也是第一次 欢迎看 我也是第一次教人来玩 我怎么教的不太好 我有努力 我试一下 我们再往里走一走 然后我教你怎么上来 冷吗 有点冷是吧 有点冷 还有 享受一下生活 享受一下大自然 我给你看一下我是怎么上来的 反正我上得也不太好看 我试一下 我平常都是会 轮一下也不太浪 不好意思 哎 怎么对我走 我想一下 你没事吧你 老师 来来来来 快救你了 OK 好吧 这样躺上来也会不行 你可以再躺上来 拉你的起重 哇 啊 啊 啊 可以在上面 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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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简单简单啊 对简单 然后呢 哇塞就一直没有敲过啊 等我一下 我敲上来 好 就会 啊 哈哈哈 老虚不行啊 怎么 怎么啊老虚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哈哈哈 羊儿 风水轮流转 哇 哇 掉出掉出 耳机OK 大丈夫 不停啊 不要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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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每次来的时候都觉得 哇 能在日本真的太好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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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是这样 想做什么都很方便 无论我的兴趣是一个很大众的兴趣 还是一个很小众的兴趣 都能找到玩的地方 嗯 比如说在海边的话 有这么多运动可以玩 比如说我们玩的SUP 而且我玩的你也看到了 玩的不是特别好 玩的相当的不好 但是我觉得吧 怎么说呢 现在玩的不怎么样 还是很开心 即使玩的不够专业 还是可以享受到运动的乐趣 据说宇宁在东京奥运会期间 还有着一些特殊的经历 这次节目组将通过她的故事 感受运动的意义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这次节目组将通过她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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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上旬 屈棍球的会场 然后我们今天采访的主人公是 在这儿在屈棍球会场 做支援者的一个中国人 屈棍球又名草地屈棍球 是指在长方形草皮上 双方队伍通过集体配合 用带弯头的屈棍 击打硬球射门得分的 对抗性球类运动 好酷啊 吃摊吗 哈喽 好酷啊 谢谢 好酷啊 停下来 可以 这是你的吗 我的 好新的 谢谢 刚刚洗过 河崎的 是的 你好我是周内亮 我是阿姨你好 大家好 这个衣服是奥运的衣服吗 对是支援者特别的衣服 挺好的 是的谢谢 听说你现在要做这个 屈棍球的比赛的支援者 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为什么选择这个 因为这个非常少众的运动 这个事情吧 哦 并不是我选的 就是你申请的时候呢 它会有通过很多面试 然后面试结设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发 它会给你发几个 愿意给你offer的项目 哦 然后当时呢 我先收到了曲棍球 如果等的时间长一点的话 可能 羽毛球啊篮球啊跑步 可能也会过来 哦 宇宁在2018年 申请了奥运会志愿者工作后 被分配到曲棍球项目的媒体接待岗位 虽然尝试过很多体育运动 但这项运动是它第一次接触 晚饭时间 随便点吧 我随便点 帮我点吧 如果我帮你点的话 你可能吃不到你想吃的吧 可以的 我啥都可以吃 真的吗 那我们吃点素吧 素 我不吃肉 你不吃肉 有那种菜食主义吗 对 菜食不吃肉 素食主义 对 对 不是 日语说菜食主义 菜食主义 真的吗 对 可怜动物类 当然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有很多个原因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 从2017年的 就是年末开始 对 2007年 13岁的宇宁 从中国移民加拿大 2015年 作为交换生 来到日本京都大学 留学的四个月期间 深深喜欢上了日本 回到加拿大后 对日本念念不忘的他 终于在2018年 成功考上日本京都大学的硕士 为了庆祝可以来日本生活 一直想成为素食主义者的语名 自此开始了素食的饮食习惯 你毕竟待了11年加拿大 为什么不行 其实加拿大本身是个很好的国家了 只是可能 如果是现在 如果是我高中毕业 自己一个人去加拿大生活的话 应该能挺幸福的 但是我是13岁的时候去的 所以 从我13岁到我18岁的这五六年期间 我看到的加拿大主要是在我家里的加拿大 就我已经可能七八年都没跟我爸说过话了 因为 其实我爸他那个人的性格不是非常好 所以他家庭暴力很严重 我在我初中的时候和高中的时候 都会对我或者对我妈有很多家庭暴力 不只是口头的 也有肢体的 直接打吗 对 然后对 作为一个当时只有十三岁十几岁的一个女生 其实我 没有怎么见到加拿大 加拿大本身 那你为什么这么开朗 这么残酷的 因为我来日本了呀 来日本了呀 对 然后再加上我在加拿大大学的生活过得很快乐 然后一直在工作 主要是初中到高中这个六年 对 对 比较困难 但是 我来日本之后发现日本有好多的可能性 然后我很喜欢的东西日本都有 去年的很多时间点我都一个人去冲浪啊 然后一个人去看海啊 然后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 我当时就觉得 啊已经可以了 就是已经 已经 嗯 已经可以翻篇了 虽然曲棍球不是与您自己最期望的志愿者项目 但他为了做好志愿者工作 还是特地报名学习了曲棍球 这天 节目组决定跟着他一起去感受一下 我也是给你打个招呼 就一幕吧 我不是特别好 我也是被奥运会封道就像这么快玩的 所以 而且他们呢 姨姨怎么办 对 对 对 但你发现了 我玩的你这个会给你 好 那几个人现在 已经打了三十年了 好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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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试一下吧 我马上下一个 我开始了 但是我马上下一个 我马上下一个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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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浴室的亮叔 在接受简单的教学后 准备跟着与宁一起上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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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 我还要半分的鞋 真的 半分的鞋 これでヒット加了 真的 感觉怎么样 打得非常好 累死了 你还好 好有趣 真的吗 真的 足球 足球和棒球 真的吗 你说得挺对的 谢谢 我很开心 他打得很好 第一次已经比我打了 第四才还好了 他打干嘛 比赛的时候好 我看不到他 对 他犹豫把球往哪儿穿 对对 我一直在犹豫把球往哪儿穿 然后不好意思 我打第一次不怎么地 但是很有意思 有意思 对 你感觉像夸你家孩子 对对对 有一种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就很担心 如果量数觉得很无聊的话 怎么办 他觉得很有意思 就有种 这个运动它值得 对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 你之前也不知道 对 我之前也不怎么 对我之前的确不知道这个运动 我以为它是冰球 但是打了之后呢 我发现 它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它真的是需要一定技巧 和一定体力 非常需要 很多种玩的方法 你可以打得很很很很friendly 很和气 但你也可以打得很激进 然后同时 这游戏这么有意思 但是却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所以我真的希望有机会 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个这样的运动 对 7月下旬 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 但随着日本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的每日俱增 日本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再一次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 现在日本的奥运会挺难的 什么各种这样的紧急事态宣言 然后无观众现在对你这次的奥运 你怎么看 我还是觉得挺期待的 是吗 我还是觉得很期待 即使只能在电视里面看到这样的转播 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讲 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希望 对 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球星 然后商场搭比赛 可以看到自己的支持的国家 赢了 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觉得 大家不要把这当成一个比赛来看待 把这个当成一个 在疫情来了之后 第一次不同国家的人 可以一起玩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就好了 所以目的不是为了赢 是为了玩 是为了让大家来看 是为了开心 所以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就是 对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就行了 全新鲜人一起玩 对 这个已经很难得了 很难得了 这个疫情的情况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奥运会的魅力 也是奥运 也是运动的魅力 为了开心 看出来 看出来 嗯 他没够饭吃 都是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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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不应该针对你的口味 给你撒那种装门的饭壳吗 啥呀 没有 没有 在那个群里面还怼了 那些日本人 那个群太怼了 可以给我看吗 可以看吗 有截图对不对 奥运会期间 官方提供的饭菜都是肉类食物 这让作为素食主义者的羽宁 无从下口 作为素食主义者的其他志愿者 在群里提出了 关于饭菜改善的意见 然而得到的结果 却让羽宁和朋友们无法接受 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是 作为志愿者 然后自愿来为这个东京奥运会 添上一份力量 但是我们也有资格 就是要求更好的待遇 就是至少提建议是可以的 然后而且还有就是那个 东京奥运会它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精神吧 就是no difference show difference 对吧 这是首先通过这个志愿者的饭菜 就可以看出 奥斯维完全没有尊重这一条奥运精神 对 人家一家奥运会不像日本人办法 就不知道从哪来一直人 看 人家不像日本人做过 那你们觉得就是做这个奇观球 人家认者的收获 就虽然暴力比较多 但是就是如果说什么很少收获的话 是什么 人家认识的这两个好朋友 两个小姐姐 你去玩中京最酷的朋友 还是最美的朋友 开心吗 开心吗 哇 谢谢 会收获 带我去巴尔 带我去认识大家 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不同的 取决不同的人 但是他因为喊我 然后认识大家 就真的很开心 哇天哪 我觉得从来都没有人 没有这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跨过我 真的很开心 夸夸情 夸夸情 我觉得又可以了 又对这个世界燃起了希望 和热情 我们一起留着留着 走之前 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可以 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就你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的兴趣爱好特别多 摩托车 曲棍球 水上运动 但实际上你们不知道的 我的兴趣也很多 比如说罗莉塔 然后看动漫 就是其实 无论我的兴趣爱好 是比较大众的 大家都很喜欢的 还是比较小众的 没有那么多人玩的 我感觉在东京 都能找到一个团体 或者一个地方 让我来做这些事情 在日本的话 感觉什么运动 什么样的兴趣 都非常的触手可及 所以感觉每一天 或者至少每个月吧 都在探索新的 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然后有这么多机会 可以尝试 有的东西你尝试下 发现不太行 但有的时候呢 就是尝试下 发现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每天都是惊喜 嗯 那你跟朋友们 这些去玩吧 好 那我就在这里跟你道别了 嗯 像一只红 国内剪 或者东京剪 那我就撤啦 拜拜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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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何之梦有自己的网站啦 在浏览器中输入 3w.何之梦.cn 打开微信扫码登录 即可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何之梦VIP 获取属于你的VIP服务